警政署发现 宜兰县警局内部疑似有原警和不法分子往来密切 甚至有可能泄露个资 昨天是到宜兰县警局交通队和宜兰警分局搜索 并且带走了交通队的刘姓警务员 以及宜兰警分局侦察队的邱姓小队长 警察官在复训之后认定违反了个人资料保护法与泄密罪 但是无积压必要 预知两个人各以五万元还有三万元交保 根据了解 刘姓警务员在担任侦察队长期间 有和邱姓小队长同队共事过 疑似违法查询各资涉嫌泄密罪 昨天早上警政署兵分两路同步搜索 并且清查当事人的手机和电脑 征讯之后 昨天下午四点左右到宜兰地检署复训 晚间六点 预知刘姓警务员邱姓小队长 各以五万元还有三万元交保 检方表示侦察不公开 没有进一步说明案情